多年后当你发现蔑视你的老总就是曾经的青梅竹马 这是多么深的缘分 你又会怎么做呢 当将军遇上元帅 两人又擦出了怎样的火花 接下来就跟小编一起走近 半是蜜糖半是伤把 他们两人在童年时期就已经相识 只不过将军患有罕见的眼泪过敏症 每次流眼泪就会引发过敏 严重的时候甚至还会出现休克的情况 那个时候元帅为了能够让将军远离眼泪过敏症的危险 于是就想到了去通过故意整骨将军 来让他慢慢变得大胆和坚强 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欺负将军 实际上是暗戳戳的保护中 而元帅的心意将军丝毫没有感受到 反而是因此对元帅产生了误会 觉得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毫无同情心 只会欺负别人的坏人 但是随着工作中的日渐相处 男人的感情也变得不一样 尤其是在最新的剧情中 为了给朱又一演讲助阵 元帅坚持坐在会议室 可疼痛越来越猛 等演讲一结束 元帅竟疼到晕了过去 元帅和将军来到医院 医生劝说元帅动手术 本来满心不愿意的元帅一听到 医生将将军称作自己的妻子 元帅仿佛满血复活 直接搂过将军 这心思昭然若揭啊 甚至还高兴地奔向检查室 可一回头面对病床 元帅又怂了 怕疼的元帅还是忍不住向将军交代起后事 实在受不了元帅的唠叨 将军一把将元帅放倒 让护士推进了手术室 手术结束后 因为麻醉的时间还没有过 元帅还有四五个小时才能醒来 将军才有机会 能慢慢地观察元帅 不得不承认 这小子颜值是真的优秀 将军忍不住终于动了心 预告中我们看到 元帅终于出院 没成想刚出院 就被将军给套路了 助理苏畅告诉女友 自己就是MH的董事 此时女友回国 已经编织迷天大谎的苏畅 只能恳求元帅 帮忙演戏将计就计 本来只是一旁路过的将军 听见苏畅与元帅两人颠倒的称谓 不禁感到疑惑 在苏畅的暗示下 也理清局势 甚至趁机命令此刻的小元 帮自己打扫屋子 看着趁机狐假虎威的两人 元帅气不打一出来 女友是要宠的 但是苏畅 你这是怎么回事呢 而在后期预告中 两人更是迎来激动人心的一幕 睡前盖张吻 甜蜜来袭 元帅看着眼前熟睡的将军 忍不住向前再向前 等两人鼻尖相对 白露瞬间心跳飙升 罗云西这反应亮了 竟然忍住了自己内心的冲动 温柔的为将军盖上了被子 以晚安道别 等元帅走后 装睡了许久的将军 忍不住大口呼吸起来 姨母校都准备好了 你就给我看这个 鸡美们能接受吗 欢迎留言参与讨论 记住 时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